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起来的模样和演技实在是不敢恭维 只适合活在静态图片里的邓伟 演戏时要么呆若目击 要么像AI在背台词 让人看得十分出戏 从年初时的众子到现在的长月静明 邓伟作为这两部大制作 高关注度的古偶剧重要男配角 似乎只给观众留下演技僵硬 念舞表情的标签 最后再说回男主罗云熙 精修海报下的他曾被粉丝誉为 拥有剑魔脸的古装男神 可在高清镜头下的罗云熙 确瘦得十分可怕 身无半两肉 双脚凹陷 切到全身镜头时更捏 头身比严重失调 单薄矮小的身材摇摇欲 最真的好机型 连古装服饰都撑不起来了 颇有一股零待遇的感觉 瑞遇的滤镜简直破得稀碎 看完主演阵容 正当观众大失所望的同时 有人发现这部剧配角演员 倒是不容小觑 尤其是那些眼父辈 橘色的男明星们 一个个风神静朗 气宇轩昂的 哪怕如今上了年纪 也魅力不减当年 一 黄海斌 是赵悠 黄海斌在剧中饰演的赵悠真人 是苍九明的师尊 虽然戏份不多 一登场就下线了 但后面还会再出现 作为九十年代中后期 内地最红火的武侠小生 黄海斌可谓是 诸多九龄后观众的 童年男神 当年他凭借 武林外食里的 沈浪一角火遍了大江南北 年轻时候的黄海斌 长相绝对是 中国传统式帅哥的标杆 见眉心目 潇洒风流 一双迷人的桃花眼 苏感十足 当年就连琼瑶 也不惜三顾茅无 邀他出演自己戏的男主角 但一心扑在武侠剧本的 黄海斌根本不屑出演 穷妖的严情剧 后来步入中年 黄海斌逐渐转型 开始在一些年代剧和古装剧里 出演父亲的角色 他的身材相较于年轻时 虽然稍微发福了点 但影响不大 帅气依然难演 二 雨波 是地勉 原著里的地勉是上古妖王 是女主黎苏苏的亲生父亲 他的戏份在整本小说中占比不多 但人设很好 是他阻止了同背道的开启 避免众生被转化为妖魔 而剧中于波饰演的地勉 人设改了很多 现在看着不太像好人 第十集里有短暂的露脸 后面有关他的故事 也会一一展开 回看于波前半生的履历 非常精彩 身为国家级保镖的 他曾被选入 钓鱼台国宾馆的 总统楼里做一级警卫 在武侠剧盛行的那个年代 于波出演过不少 快智人口的经典影视剧 如《消失一郎》 《水月洞天》 《少年王》 《幻影神针》等等 都红极一时 尤其是在《水月洞天》里饰演的同波 人设完美 伸手矫健不凡 即使顶着奇奇怪怪的泡面头造型 也让人难忘至今 现在人道中年的余波 依然扎根在各大影视剧中客串各种长辈 戏场强大的他当演起反派来 让人不由自主地为主角们担忧 三 郑国林 瞿玄子 郑国林饰演的瞿玄子是先派横阳宗的掌门人 也是女主角黎苏苏的养父 一身白发白衣 心怀苍生 四代先锋道骨之姿 早些年刚出道时 郑国林演过不少港剧里的龙套角色 后来凭借林志颖版爵士双胶里的美强惨效 将一脚小火了一把 之后趁着知名度见仗 郑国林顺势转回内地娱乐圈发展 相继出演了欢天喜第七仙女 隋唐英雄 剑行天下 君子好球等一系列作品 年轻时候的他 长相十分清秀俊美 而且颜值保鲜七持久 三十多岁出演 少年一点违和感也没有 按理说 郑国林有颜值有演技 只可惜运气一直不太好 出道至今作品从未间断 但就是缺少大红大子的机会 今年他已经47岁了 仪太和气质在同龄男星当中 还是很抗大的 四 何中华 是圣王 圣王是男二萧领的父亲 表面看似平和 实则是个忌惮叶家公高盖主的霸道君王 这个角色由何中华出演 最适合不过了 因为在大众固有印象中 他不是王孙贵族就是大宗师的代名词 何中华属于大器晚成的男星 京剧武生出身的他熬了十多年才演上男一号 出演成名作《三少爷的见识》已经三十多岁了 可即便如此 他饰演的谢小峰还是稳坐内地古装第一武侠男神之位 收割了不少迷媚的芳心 那时候的何中华是一个有棱有角 非常正气的帅哥 不同于现在的小鲜肉 他目光坚毅 脸庞俊朗 很适合出演古装剧中的大侠 无论是少年包青天中的沈良 还是少年黄飞鸿中的黄启英 亦或是江夜中的剑圣柳白 他的侠义风范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现如今的何中华虽已年过五旬 但依旧玉树临风 气宇轩朗 仿佛岁月特别优待他 五 王驾铃 是锦王 王驾铃饰演的锦王 是男主谭台静的亲爹 他在男主的生母柔飞难产死后 将男主扔在冷宫里自生自灭 后又在锦 圣两国交战时 将谭台静送到圣都做了质子 全剧锦王的戏份并不多 锦上线八级就被亲儿子谭台明郎给做掉了 扮演锦王的王驾铃 是早期迎屏上的斯曼脸男神 他十八岁时在电视剧《风云》中饰演的段浪 就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偏偏美少年一样 俊美之中带着点邪气 加上一头凌乱的碎长发 透着一股浓浓的日系抑郁感 既有少年的天真 又有桀骜不驯的气质 当时风云剧组的造型普遍都有点雷人 而他饰演的段浪却成了全剧的颜值担当 直到现在 有观众看到他仍会被这一张脸给惊艳到 也有人说他生不逢时 若是放到现在 绝对是妥妥的花美男一美 他的作品已配角居多 出道二十多年演过的作品超过三十部 但出圈的角色显少 实在是有点可惜 六 长城是夜笑 长城饰演的夜笑 是一个精忠报国 武艺高强的圣国大将军 同时也是女主 黎苏苏穿越回五百年前 附身于夜西屋的父亲 在《东游记》中 凭借韩湘子一举成名 当年长城饰演的韩湘子 温文尔雅 风度翩翩 吹得一首好笑 也曾收获过不少忠实女粉 近些年 长城的名气虽然不算很高 但在各大影视剧中 经常能看到她的身影 2020年在《拜事蜜堂》 《拜事商》里 也出演过白鹿的父亲 堪称老爹专业户了 以上这些配角大叔们 年轻时各个都是一表堂堂 英俊潇洒的古装美男子 演技好不说 气质也独领风骚 吊打当下小鲜肉绰绰有余